不問疫情的衝擊 知名車伙商持續在拓點 昨天是在企業發基地台南開出了亞洲第一萬間的店鋪 他們集團董事長羅智仙也特別到場來減彩 他說近期的戰爭 疫情以及供應鏈的不穩定 導致通貨膨脹影響到整體消費市場 但是企業只能繼續向前調整基因策略 在困境當中求生存 知名集團董事長羅智仙 關係企業董事長高秀玲等人 盯着艷陽為旗下超商 亞洲第一萬間門市剪裁 宣布正式開幕 現場五輪五師熱鬧滾滾 這間全新的門市以鑽石為設計發響 外觀採用特殊材質 打造猶如鑽石般的耀眼光澤 門市以零售家體驗的整合 吸手集團及相關企業的特色 準備要提供民眾一個全新的消費感受 亞洲一萬店亞萬門市秉持創辦人 飲水思源的初衷 從台南出發布局亞洲亞萬門市也是首次匯集一企業生活品牌 整合亞洲流通生活平台的創新與整合 為了讓消費者能夠環遊亞洲 能夠體驗國際 我們這個這次亞萬門市特別導入了巧克力 精品專區 那總共引進了十三國十九項 這個精品的巧克力 也導入了國際精品專區 引進了全世界獨有的產品 也希望讓消費者能夠體驗到很多不同的商品 董事長羅志仙說 過去兩年超商在海外的布局 受到疫情打亂整體規劃 但是隨著疫情逐漸穩定 未來國內外的分店數也會持續拓展 門市不只在消費端推出抽獎活動 在大獎祭出價值上百萬的電動名車 更重要的是在永續發展上面 門市也融入了綠電概念 為了善盡社會ESG 這次這家門市亞萬門市 我們也導入了這個太陽能光電的設計 以及循環經濟的回收機 結合各種理念與一生的全新門市 也貴相關生活產業 開創出一個嶄新的里程碑 記者綜合報導 再次見 Ulrich文化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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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